一個找十個 我們請兩位以前 帶我們去包圍市政府 還有一個東西是 你必須考慮 逃生的問題 你曉得嗎 因為剛剛社會局有講 這邊可能這樣就是老人 幾乎都是老人會使用的 如果你再來一些 一些低收入戶 或者是說再來一些 你把量體開那麼大 我的意思說 你量體開這麼大 除了加收這些患者以外 老人更多 你怎麼逃生 路又這麼小 你的見辭率都沒有縮小 你了解意思嗎 你量體一變大 他們怎麼逃生 萬一一個活警 我告訴你 會很嚴重的 很多老人都在這邊 所以我其實 我不是很贊成 老人集中放在同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社會局 你們自己應該要去考量一下 老人集中放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說你一棟大樓裡頭 有一百個啦 行動不方便的老人 再來有一百個 失能的老人啊 再來一百個 可能就是 即便是正常好了 老人動作就比較緩慢 萬一有火警的時候 這三百個老人 你怎麼疏散啊 你怎麼疏散啊 然後再來 你之後 你還有人住在裡面 你萬一發這個火警 我告訴你 這棟樓是非常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的 我覺得市政府要負起責任來 我覺得這逃生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今天齁 我們把這些東西都記錄起來 那我希望你這邊有一份記錄 我們自己這邊也會研究 我研究這邊也會有一份記錄 那如果說需要記錄的人 你把地址留下來 那這個東西我們希望 增益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送給都市審議委員會 在開會的時候能夠做 做成決議或做成建議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生意不能 為什麼我說 一定要快點讓大家來參與 因為我們的生意不可以不見 絕對不可以不見 如果說我們都不見的話 那審議委員會通過了 那他會說 你公展之後 你們沒有意見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趕快 把這些意見整理出來 所以你們還有什麼看法 你們趕快提出來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之後 我們用書面的 趕快送到審議委員會裡面去 好不好 這幾個重點最重要啦 一度開發最重要啦 沒有錯啦 就是救援 救援消防 我們來叫這個就好 對啊我覺得集中是不對的啊 好 那個立中藥集在幾首集的 對 各位好啊 我姓鴻 上一次說明